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七月二十八號的公視 首語新聞 頭條新聞來看 南橫公路立道隧道口 昨天傍晚發生了大攤坊 土石崩塌 掩埋路段長達了五十公尺 目前立道部落對外交通是全面中斷 公路總局表示 預計今天下午才能搶通 從林新順時滑落到大片山壁崩落 過程不到十秒鐘 南橫公路立道隧道口27號傍晚突然發生大攤坊 整片山壁瞬間崩落石塊還夾著泥土往下滾落了山谷 還埋了道路 山峰的過程被當時正在勘察的公路總局人員拍了下來 關山工程斷長李秉仁表示 其實二十七號上午巡視的時候就發現山壁上出現了許多裂痕 原先預計兩天內會攤坊 沒想到到了傍晚就發生了 而目前攤坊土石大約七百到八百立方公尺 覆蓋道路長達五十公尺 造成立道部落對外交通全面中斷 公路總局表示 預計最快今天下午才能夠搶通 記者綜合報導 台宿集團爆發集體收賄醜聞 據台宿高層表示 涉案員包括了近日辭職 前台宿總經理林振榮 以及分公司的中高階主管與員工等 共二十五個人涉案 台宿集團驚爆成立六十一年來 最嚴重的集體收賄弊案 台宿四保股價上午一開盤就全面走跌 台宿南亞台化及台宿化盤中跌幅都超過一趴 其中台宿股價甚至失守七十元整數大關 收在六十九點九元 台宿化收在七十四點七元 跌零點二元台化收在七十三點五元 南亞則收在六十五點九元 股價全數收黑一片綠油油 集團收賄案不只重創台宿股價也壞了集團形象 事件爆發至今台宿集團低調不願出面說明 只發出一紙聲明回應 內容交代發現公司內部有二十五名員工 涉嫌收取PVC的太空袋廠商匯款 其中台宿總經理林振榮遭舉報涉案 已在七月二十四號主動請辭 並強調集團內部針對採購作業 將增設技術審核小組 並全面集合 聲明稿最後還加注 強調這次收賄事件 佔台宿每年的上兆採購額比例不高 不影響台宿的財務 目前全案已交由台北市調處與台北地檢署 分案調查 全案將朝背信等罪嫌偵辦 其實台宿集團收賄案並非第一起 去年底台宿採購人員陳政委 五年收取回扣上千萬 台宿因此損失禁議員 新北地院七月初判處 六年八個月的刑期 這次集體收賄案 涉案人也全數移送司法檢調 完全不留情面 殺雞儆猴的意味濃厚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台北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同樣也是 台宿集團爆發了集體收賄案的相關報導 再來看到聯合報 七年沒有漲的北北基計程車費率 十月將要調漲 而漲幅大約是百分之十四 自由時報是報導 根據警界知情人士透露 日前反課綱學生闖入了教育部 台北市警察中正一分局局長張奇文 針對記者是採取先抓人再取證 而針對克剛為條的爭議 教育部長吳思華昨天在總統府 針對十二年國教專題報告 而他在報告當中指出了 克剛都是依照慣例來修訂 至於法院判決教育部敗訴也已經提出了上訴 教育部長吳思華上午到總統府報告十二年國教 談到克剛為條被指黑箱作業 他說這一次的克剛修訂都是依照慣例處理 並沒有任何特別的作為或形式 審查過程跟程序都合法 針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教育部需要公開審查過程 也已經提起上訴 吳思華認為一旦公開委員個人的發言跟投票 會影響未來的行政運作 他也強調這一次克剛為條內容符合史實跟中華民國憲法的要求 不過爭議越演越烈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午受訪時表示 克剛牽涉到重要的政策 呼籲行政院長總統應該表態 柯文哲也說克剛的爭議其實就是意識形態 他也批評 爭議了那麼久卻都不處理 最後由警察來處理 這是一個很爛的文化 記者綜合報導 國境安全大破功 一名越南籍通緝犯竟然順利從台中航空站出關 還搭上飛機返回越南 這麼大的披露主要是因為台中清泉岡機場昨天大停電 移民署人員只能夠人工登陸出入旅客的資料沒有辦法電腦上線及時查詢儘管出現大漏洞 台中機場都是趕著要出國的民眾 但二十七號上午機場突然停電 移民署只能用人工登陸出入境旅客資料 一名遭詐欺通緝的越南籍陳信男子就是在這個時候順利出關搭上飛機返回越南 移民署表示二十七號上午五點五十分機場停電後立即就啟動備用電力 但備用電力只能使用半小時之後只能人工登陸直到七點十分恢復供電 將八十七筆手抄資料輸入查驗 最後在七點三十分才發現陳信男子是通緝犯 不過當時班機已經滑出跑道來不及阻止 證明越南籍男子搭乘的班機在台灣時間上午十點二十分就抵達越南河內 但因為台灣和越南並沒有引渡條例 後續如何處理 移民署目前還在協調 這次停電也凸顯台中航空站的設備問題 國門安全管制破功 移民署表示將會與各單位進行協調 重新檢討相關SOP 記者 台中報導 八星樂園粉塵爆炸意外 昨天剛好滿一個月 還有三百二十九個人住院治療 其中有一百九十五個人在加護病房 醫師表示傷傷面積少於百分之四十沒有插管的傷者代表病情穩定 但是對於大面積燒傷的患者來說 得要儘快進行輕創和直皮手術 才能減少感染引發半血症的風險 讓體表面積降到百分之四十以下 那麼這個時候呢 供進來的細菌量就會減少 那我們身體的免疫組織 以及這個抗生素呢 就比較能夠壓制它 由於還有許多傷者和死神搏鬥中 日後的復健更是漫漫長路 一年前同樣經歷高雄氣爆的商友 透過陽光基金會主動現身拍攝一段影片 希望藉此為八星塵爆的商者及家屬加油打氣 我的右手部分從原本是下降至零度 到現在可以到這個像著手這個角度 這都是這將近半年來的一個成果 醫師表示依照日本燒傷治療經驗 傷患在一個月後面臨最大問題就是感染 尤其是燒傷面積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還在插管的傷者仍處於危險期 還是要特別小心照護 記者賴市民春福財王新中台報導 高雄氣爆即將滿週年 部分店面拉皮之後煥然一新 有的還在整建 凱旋三路上的一處三十多年的老舊公寓 有七成的土地所有全人表達願意都更 也通過成立都更新會 成為災區整合啟動都市更新 法定程序的首例 重新整建後的凱旋三路 有的建物已經完成拉皮 有的則還是鷹架帆布正在施工中 就像這棟老舊公寓 王小姐住了三十四年七八後 造成房屋傾斜 為了居住安全 她不斷奔走 邀請前後兩棟公寓 兩棟透天錯 以及一塊空地的二十三戶土地 所有全人 終於獲得七成同意整塊地 拆掉重建 進行都更 再怎麼捨不得也要和老屋說再見 都市更新會就此成立 而這也是石化七包區內第一個 決定進行都更的區域 也讓高雄石都發掘 視這塊區域為都更示範基地 向上款委員會爭取經費 以輔導的角色進行都更 我們是爭取到一千四百萬 然後希望說四年內 能夠完成所有的 包括都市更新的前置作業 這一塊是超過七成同意 我們認為機率比較高的 那另外還有三塊一元 是超過五成的 現在只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都市更新會 要提出更詳細的更新計畫 包括林地整合協商機制 建物重建的規劃設計等 能否如大多災民期待 順利進行都更 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記者郭彩燕夢招全高雄報導 二十七號上午 基隆發生一起西子自殺的命案 三十一歲的楊姓男子 一次因為和前妻吵架 就帶著一歲五個月大的兒子 跑到山區 在車子裡頭燒炭自殺身亡 而男子在親生之前曾經用LINE 傳了木炭的照片給前妻 之後就聯絡不上 女子在轎車前面崩潰大哭 幾乎站不住腳 因為她接過警方通知 自己的前夫和兒子 就在這車裡面死亡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原來是三十一歲的楊姓男子 一次和前妻大吵一架後 就用LINE的通訊軟體 傳安眠藥和木炭的照片 給前妻看 前妻覺得事情不對勁 趕緊報警 也聯絡男子的父親 想不到男子 就帶著一歲又五個月大的兒子 在車子裡燒炭自殺 家屬都以為不會有事而輕忽 最後來不及阻止 根據社會團體調查 而虐的第二大原因 就是父母帶孩子自殺 周邊的親屬真的要提高警覺 不要掉以輕心 社會團體提醒 如果民眾發現家人有自殺的意圖 或是威脅帶孩子親生的狀況 應該要先通報自殺防治協會和警方 提前的防備多留心注意 來避免悲劇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是七月二十八號 也是世界肝炎日 國健署公布 全臺罹患肝病的人數 大約有兩百八十五萬人 但是仍有三成的民眾 因為身體沒有症狀而未就疑 肝病是國病 國內罹患B型C型肝炎的患者 大約有兩百八十五萬人 但是國健署最新調查發現 有超過九成民眾 誤以為熬夜及喝酒 是造成肝病的主要原因 而且得知自己有肝病後 仍有三成患者沒有去就醫 恐怕錯失追蹤及治療的黃金時機 國健署表示 台灣每年肝病死亡人數高達一萬三千人 包括慢性肝病 肝炎化及肝癌 在一百零三年國人十大死因中 排名第九位 但如果B型肝炎患者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 可以降低百分之七十八的肝癌死亡率 C型肝炎治療 則可以降低百分之六十五的肝癌死亡率 需要治療的人大概九十萬如果好好治療 可以減少八成的肝癌 一半的肝硬化的這個風險 國健署強調B型肝炎主要是透過遭病毒感染的血液 體液或是性行為等途徑傳染 C型肝炎則是大多是因為共用針頭 透過血液和血液直接接觸而傳染 因此再次提醒患者一定要就醫定期追蹤及治療 這樣就可以有效控制肝病的危害 美國割後潰尼休士頓三年前吸毒過量 心臟病發在浴缸內昏迷過世 而幾乎同樣的悲劇如今重演在她獨生女 巴比克里斯丁娜布朗身上 巴比克里斯丁娜今年1月昏迷之後 經過長達半年的治療人無改善 26號死亡得年22歲 布朗家族發表聲明指巴比克里斯丁娜 在26號離世 當時家人都陪伴在身邊 她已經安詳地回到上帝懷抱 家人感謝在最後幾個月 一直關心跟支持她的所有人 今年1月底巴比克里斯丁娜被發現 倒在喬治亞州家中的浴缸 臉部朝下失去意識 一時診斷腦部受到了不可逆的傷害 治療半年以來情況持續惡化 上個月已經轉進安寧病房 警方一度對她男友尼克高登展開刑事調查 但是沒有起訴 由於巴比克里斯丁娜一直有濫用毒品的問題 外界懷疑半年前的昏迷也跟毒品有關 如果真是如此 這段遭遇跟她的母親傳奇歌後 惠妮休士頓有著驚人的類似之處 2012年惠妮休士頓在葛萊美獎前夕 服用骨科檢後心臟病發 被發現倒臥在加州洛杉磯 比佛利希爾頓飯店套防浴缸 回天乏術得年48歲 身為惠妮休士頓跟嘻哈歌手 巴比布朗的獨生女 克里斯丁娜從小活在美光燈下 惠妮對她關愛備至 多次帶她上台一起演出 克里斯丁娜原本有繼承母親伊波的夢想 曾在惠妮死後參加實境秀演出 昏迷前正準備展開新的演藝事業 但來不及發光發熱 就在22歲這一年悄然隕落 包括歐普拉等一攤名人 都在臉書推特上表示哀悼 記者社會中報導 為了協助發展中國家培育人才 日本有外國人學習制度 讓國外申請者可以到日本學習技能 三年之後就能回國 但現在卻因為日幣貶值 企業給薪不多 實習生覺得賺不到錢 出現大量逃跑 光是去年逃跑人數就多達了4600人 用夜視鏡觀察機車跟計程車進出 已經退休的日本員警們 尋現監視逃跑的外國實習生 聯絡出入境管理聚抓人 因為五年來逃跑的實習生 人數暴增到四倍多 讓企業主很不滿 為了協助發展中國家培育人才 日本政府有讓外國學生 實習技能制度 由民間監管團體介紹 讓外國人申請入國 到企業學習的制度 但近年來這些申請人 卻因為覺得前轉的不多 大量的逃跑 其中以中國跟越南籍的實習生最多 由於規定實習生 不能夠在實習以外的地方打工 為了找工作 逃跑的人利用網路跟黑工團體 其中竟然有日本的正當農家 非法雇用這些實習生 而農家也很無奈 因為日本工人擅自代工收價 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 才不得不雇用這些 非法的實習生 專家分析會導致這樣的狀況 跟安倍經濟學有關 因為日元不斷的貶值 更是造成逃跑的主因 需要政府立法 讓企業善待這些實習生 才有可能獲得改善 記者陳詩童報導 陳根跳國手葉耀文 7月中在哥倫比亞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無肝可用被迫棄賽 田進協會 在昨天還原了事件發生的經過 強調 在確定 飛機沒有辦法運送 幹子之後 請國際田總 來詢問 哥倫比亞的田進協會 確定會提供幹子 結果 沒想到 一到現場 卻沒有原先承諾的幹子 為了不想要葉耀文受傷 只好放棄比賽 重點栽培的潛力選手葉耀文 參加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竟然沒有幹子可用被迫棄賽 田進協會秘書長王景成 道歉不下十次 五公尺長的幹子 飛機不拖運 田協馬上請國際田總 詢問哥倫比亞田協是否提供 七月九號的回復是確定有 才讓葉耀文出國 怎知到了現場 只有女選手使用 與超過他身體能力可負擔的幹子 在我們平常練習超過蠻多的一個尺寸 一個重量 不想愛圖可能受傷 當時仍在臺灣的啟蒙教練王文祥 做出棄賽決定 由於五月卡達亞青賽 也發生漢人借幹的情況 葉耀文難免不平與沮喪 協會不是無所作為 但文文祥以其他國家幹子 可以用飛機運 就只有臺灣不行為例說 確實需要檢討 體育署長何卓飛無法責怪田協 說是會負起責任自情處分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今天的手語新聞通 要帶您來看 在英國舉行的世界聽障網球賽落幕 而我國五十三歲女將何秋美 寶刀未老 包辦的女雙金牌 混雙銀牌和女子單打銅牌 就是因為這三面的獎牌 讓中華隊在19個參賽國家當中 獲得了總排名第二的好成績 接著我們就來學學網球的手語 先比出網字 然後再做回一拍的動作 網球 選手語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新聞現場 來 對 重返犯罪現場第十二季 今天晚上十一點 就在公視頻道 好 如果你對影像有滿腔的創作熱情 那可千萬別錯過 公視成人影像創作營 十三年來 公視已培育超過五百名學員 更有超過七十部短篇作品 文不僅教你們影像創作技巧 更可體驗拍片過程 將實作化為作品分享 活動日期八月十八號到八月二十二號 錯過可惜 詳情請上公視官網 歡迎回到手語新聞的現場 視障朋友就醫和服藥有許多的障礙 甚至有不少人因為沒有人協助 不管就醫或擔心吃錯藥 衛福部最近就以大字體高反差和QR Code 製作無障礙藥帶 讓視障朋友可以用手機語音 來聽取用藥的說明 從醫院拿回了一大袋藥 對視障朋友來說 藥藥怎麼吃相當的困擾 甚至有不少人有吃錯藥的經驗 雖然台灣推廣點次藥帶多年 但並非所有視障朋友都學過點次 衛福部參考美國經驗 運用新興的科技 製作了無障礙的藥帶 以大字體高反差 讓還有部分視障障礙的人 可以看清楚用藥的資料 也以QR Code手機掃描變毒 來讓視障朋友用聽的 就知道如何服藥 除了無障礙藥帶 很多視障朋友也敢開 他們根本不敢到大醫院就醫 衛福部也將從今年8月起 在全台21家福利醫院 示範施障者友善就醫 由專人協助全程就醫 記者陳淑君彭妖組台北報導 而今天的天氣如何呢 我們來看看各地的詳細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孝書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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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不知道的资本主义纪录片 是由法国 加拿大及以色列跨国核治 震撼的内容将解构资本主义逻辑 掀起一场知性的大地震 这绝对是你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 如果你喜欢拍照纪录生活 或对影像创作有兴趣学习 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公式乐林营 乐林营教你如何用影像说故事 还能亲身体验拍片过程 更有专人指导 课程有趣让你回味无穷 名额有限报名要快哦 详情警洽02-2633-2000 明明转角 你自己去吃啦 我走到那里去吃啦 你流行热 啊 流行热 啊 你什么种方法 今天还洗澡叫啦 我家鲜汝 你不用担心 那三个装脚我马上帮你拔掉点 真的吗 漂亮啊 你东西真的是不得了 你人正在头的口袋也想不减手啊 阿温啦 阿温啦 阿温 阿温啦啦 好